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You gonna touch You gonna power 那當然 今天要跟各位開箱的東西呢 百丟流啊 你應該在其他地方應該已經看過了 不過呢今天我剛好拿到 小腾腾 小腾腾來跟各位發 這款作為一個 Transformers War of Cybertron 系列的一個 限定組合包 這款是The Movie的一個組合包 當然組合包裡面呢有發售過的這款五面怪 這款大隻的鱷魚精跟鯊魚精 還有這個 審判者裁判官 然後跟這個犧牲者一號 當然他有一個名字 這款犧牲者一號 當然這一個 這款大電影組合包裡面呢 才會附的這兩個角色的一個 這兩個 當然你在其他版本是沒有的 只有這兩個 這一個角色的一個組合包才有 那當然這個組合包裡面呢 也給了你一隻完全不同的這款鱷魚精 那當然等下會跟各位做介紹 那這一個組合包呢 之所以我覺得他真的非常的厲害的地方在於呢 你看 光這個外盒啦 你一開始看到我發在我的Facebook上面那個圖片 就會發現他光是外盒就非常的巧思 這款就是在那個大電影裡面啊 當他們闖到這個地方就看到昆特殺星人 佔據昆特殺星人的一個五面怪 他在這邊坐在這裡一個黃座上面然後審判著這個犧牲者一號 然後呢 就是旁邊的裁判官呢就 就盯取了五面怪 宣判他有罪 他就啊啊啊啊啊 掉下去然後就被鯊魚精 鯊魚精吃掉 然後這邊 他是那個大場景 真的是很有心啦 當然拿到的時候呢你會非常的捨不得把它拆開 真的會非常的捨不得拆 因為東西真的是非常的豐富啦 然後裡面呢一樣有一份像這樣子的說明書 然後說明書裡面呢告訴你呢 除了五面怪之外呢還附了這麼多個角色 這個就是把所有角色濃縮在一起的大雜匯 所以你會覺得價錢很高很貴 還沒辦法他就這麼高這麼貴 那當然裡面的說明書呢就濃縮了 鯊魚精鯊魚精之前的角色的一個說明書 跟這一款五面怪的一個說明 還有五面怪五個臉的一個角色的名字 那當然等一下會再跟各位做一個介紹啦 OKOK直接進入商品啦 那商品的內容物就像剛剛我跟各位講的 總共有這四個東西所構成 那最珍貴的就是這兩個 先跟各位介紹 其他的就之前就有出過了啦 那這一款呢作為這個組合包裡面的一個 犧牲者一號 這個他原本有一個名他有給他一個名字 那這個角色你也可以在網路上面可以查到 第一個被丟到那個坑裡面的那個角色 鯊魚坑裡面的角色 那這個呢他只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 軟塑膠商品啦 整個就是 不可動的 他做成就是一個做死的 然後上面一個很簡單的塗裝 然後是不可動的 連手的可動呢 基本可動都沒有 他單純就是一個造型 然後呢 裡面還附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 裁判官齁 就是在旁邊聽取五面怪的一個命令 然後執行死刑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這個是也是做一個軟套形式 他沒有任何的變形結構 這樣 塗裝就 破破而已啦 縮縮而已 頭這邊呢是可以左右旋轉的 其實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塑膠軸而已 這樣裝上去左右旋轉 啥把這個都完全沒有問題 頭旁邊這邊有一點點的塗裝細節 感到很像異形的頭 我不知道有沒有致敬到啦 當年 然後呢 這邊下面這個透明的底座呢 也是一個軟塑膠構成的 還是可以像這樣拔起來 也可以裝下去 讓他可以像噴射 噴氣這樣 然後讓它立著 沒有像章魚的那個觸手 很多人說喜歡觸手 觸手play 各位看一下上面還有一點一點的 像那個 A片裡面會用 A謎片你會看到的那種觸手 一顆一顆的 給它站起來 細節是還不錯啦 這兩個是這一款商品裡面 only的一個 附贈的贈品 OK 那接下來呢一樣 我們來介紹五面怪 跟鯊魚精還有鱷魚精 還有鱷魚精 那當然這款鱷魚精 跟鱷魚精呢 之前如果你已經有買過它的 單荷包呢 你就會 稍微可以知道它們的差別在哪裡 我們先來比較一下這一款鱷魚精 鱷魚精 那當然這一次 這個組合包裡面 送給你的鱷魚精 是長這個樣子 顏色來說呢 也比之前的 這一款鱷魚精 還要深 配色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變得有點綠色這樣 各位看一下 其他都是一模一樣的 變形結構啦 有的沒有的 都是一樣的 只有塗裝上的不同而已 那一樣 一樣來給它變形 首先呢 這邊嘴巴還是可以做到一個開盒 手一樣可以活動 那變形結構 一樣是這麼的簡單 首先把後面這個 拿掉之後呢 左右邊打開 這邊有兩個小卡扣 把它分開 這樣翻出來 我今天這支影片 會把所有的角色 全部再介紹一遍 當然之前有看過的呢 你就直接next了啦 那變形其實很簡單很簡單 翻出來 可是還蠻爽的 這樣 當然我也就不講解它的變形步驟了 你們在之前的影片都看過了 這樣 倒下去 然後呢 武器一樣 流星錘可以拿在手上 這就是變成 人形的狀態之下的一個鯊魚精 那當然跟它鯊魚形態下 一比較起來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人形跟鯊魚的差別 當然塗裝上 兩支的塗裝呢 基本上也是完全不同的 一樣 U-U-A就不要再變一次 U-U-A 那經過U-U-A之後呢 它就變成人形了 那這樣子各位就可以 直接從它兩支的人形上面去看它 它的一個配色跟整體的一個 其實都一樣 就是這樣 那鯊魚精呢 這一款呢 鯊魚精就比較精彩一點點 當然你這次從這款 限定包裡面拿到的這款鯊魚精呢 它就是一個鯊魚精的統領 它就是 配色跟身上的一些細節 完全都不一樣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一些細節上的設置 這款就真的是有改模了 改的很多 各位光看這個頭 跟背後附的武器 就知道它差別在哪裡了 就知道它差別在哪裡了 等一下把它倒起來 等一下等一下把它裝好 這樣 各位看一下 先看它的頭 兩款的頭 很明顯就會發現 整個紋路啦 跟這一塊完全都不一樣 這是整個新規的模具 背後這塊背棋呢 當然在這一隻上面是這樣子 這隻是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兩邊尖尖的尖刺呢 會發現這一款 銅鱗的尖刺會比較多 比較長 然後一些細節上 其他呢 就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東西了 其他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那變形來說啦 當然我的影片沒有發過這一隻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別的影片 或是看這一隻的變形就好了 這隻發的變形 一樣把武器從它上面取下來 當然在做這種普通版的時候 它就像這樣整隻掛在上面 然後接下來呢 把嘴巴合起來之後 後面這邊有兩個卡扣解開 解開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把它做一個旋轉 旋轉之後 這邊這一塊當部的地方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也可以做一個旋轉 接下來把頭藏在這裡 你頭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卡扣 只要你把它往上翻呢 這一款同齡的臉就會跑出來 然後這邊可以做一個折疊 這邊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凹點 就對應到它的這邊這個凸點 它可以把這個東西完完整整的卡在這裡 這樣 除起來之後呢 這邊稍微把它的兩隻腳調整一下 然後呢 旁邊這邊呢 手的地方這裡有它兩個卡扣扣著 你把它分開 鯊魚的時候呢 是給它扣起來的 單純這邊就變它的手了 做成人形的時候就卸開 然後這邊把它轉下來嘛 卸開 這樣 好 那經過幾個簡單的變形呢 這一款鯊魚統領就變形完成了 接下來把它的武器把它放進去 當然它是鯊魚精裡面等級比較高的 可是還是雜兵一隻 然後把它放這邊 這樣組起來 武器就變形完成了 這樣 當然在做單隻的時候呢 它武器不需要變形 只要整隻這樣穿進去就好了 那兩隻的武器是可以共通的 誰給誰拿都沒有關係 那這款鯊魚統領的一些細節 跟細部的 detail呢 我們就把另外一隻也變好 我們再來跟各位做一個 比較啦 那一樣這隻我們就不額外變形了 直接油油的就好 油油的 這樣油油的之後呢 這款的變形就完成了 那拿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 你看兩款整個胸部的地方呢 也完完全全都是新規的模具 各位稍微看一下 兩款的胸部都是不同的 連塗裝什麼都不一樣 塗裝跟一些細節完全都不一樣 這款是有像這樣子的紋路 這款則是做成這個樣子 頭雕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只有一隻鯊魚其當魚腳 一個是有三隻腳 三隻腳通常等級比較高啦 各位都知道啦 最弱的就是一隻腳 然後三隻腳就是卡之 就是卡之啦 離題了離題了 那大概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可動性各位在別的地方就看就可以了 那尾巴這邊這一隻呢 一樣它可以拔下來當作是一個 手拿的短刀當武器 一樣是可以使用這個當短刀武器 可動性兩隻就一模一樣 這樣 OK 這樣放旁邊 接下來進入重頭戲了 這一款作為一個這一次最主要的組合包的角色 五面怪 當然五面怪呢 你在Volger Class那個包裝呢 也有看過它推出了 當然不同的就是它下面這個噴射器 這個剉賽這個的配色不一樣 然後其他應該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五面怪呢 這邊有人跟我講說 他們就是希望我講一下五面怪的臉 可是說真的啦 五面怪的故事啦 當然你後續IDW有幫它做一個完美的詮釋 那當然我不是IDW迷啦 所以我不做 我不以 我就不以IDW來去講它了 我們單純就是以它盒子上面把它給它的名字為主好不好 那當然呢這邊我們先從這個臉 這個臉 骷髏頭這個臉呢 它就是代表死亡 死亡 這一個後嘴唇 這個就代表它的機制 機制 然後這一個 這個好幾隻腳呢 等級很高的這一隻呢 代表的懷疑 它是懷疑態度的 然後呢 這個紅臉就不用說了 看它的臉就知道它代表的是憤怒 不爽 這個阿拉 阿拉伯臉的這一個呢 代表的是一個智慧 看得出來就是一個智慧老頭的臉 那這些角色呢 嘴巴呢都會有一個稍微像這樣子的做一個開合 這隻也有 嘴巴可以像這樣稍微做到一個開合 這個大口的呢 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太胖了 這隻小的 就也沒有辦法 基本上這個都可以啦 那剛剛在各位看到可以像這樣旋轉轉每個臉嘛 對不對 可是這樣手動轉是不是就很low 所以阿這隻孩之寶呢 它這一隻呢 在後面做了一個像這樣子的機關 所以你只要這個機關呢 往這邊推 像這樣子 它就可以 所以臉就可以跟著轉 把它捏著來轉 臉是可以一直轉的 後面這個機關 然後呢 每一個機關 每一隻的臉的前面呢 都對應了一隻觸手 Play的觸手 觸手可以像這樣上下 活動 沒辦法左右 然後這個觸手都是軟塑膠 你也不用怕它會斷掉 那觸手上面呢都會有一個兩個的這個小卡點 就是讓你拿這種小武器 有凸點的小武器 所以五面怪呢 它可以把它這個槍拿在它的手上 我說拿在手上嘛 感覺就只是把它別上去而已啦 也不真正意義上的拿 那如果你不拿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下面這邊有看到兩個卡孔 任意選一個卡孔把它組下去 武器就可以像這樣子直接隱藏著它的王座下面 那身上這些細節也是算是蠻豐富的啦 身上細節是很豐富 那當然這款五面怪呢 作為如果像這樣子只能夠變臉變臉變臉一樣 這樣活動 雖然說其實已經很好了啦 因為本來五面怪就不變形 不具備什麼變形結構嘛 一個 但是呢這隻它還是 給了它一個很簡單的變形 雖然是拿迪賽 但是也是給它 那變形也很簡單 首先你要把這個烙賽底座 跟這個王座分開 它下面就是有兩個像這樣子的插孔 透明鈴鐺有兩個插孔 可以插在這邊或這邊 你喜歡就好 然後這個透明鈴鐺後面 有一個小小的這個小凸點 你一定要把它往下壓 它才可以把這個底座從這裡拿開 你看它這邊也是一個小小的凸點 一定要往下壓 不然你硬拔的話 很可能會把那個凸點給拔斷 這樣 反旁邊 這樣齁 那接下來呢你要把這個 頭上這個光光的地方 細節很豐富 這個光光的地方把它抽起來 你們會看到有一個監牢 這等一下是作為一個 它的變形形態下會使用到 先放旁邊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你要把五面怪的這個臉 每一個都往上翻 每一個都往上翻 這樣 然後翻到這邊像這樣子齁 先不要理它 然後看到裡面有各長的一片卡板 這片卡板每一片把它都往下翻 每一片都往下翻 每一片 它是一個二重關節齁 這個每一片都要往下翻 確實往下翻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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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這邊呢 看到翻下來之後呢 有一個出口的地方齁 一個缺口 然後觸手Play呢 把它往旁邊翻折 不要讓它擋到 那這邊就會變成一個 像是 基地的一個收納口這樣子 這樣 然後先放旁邊 接下來呢 把這一個底座的地方呢 可以左右拆開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你就把它平放 槍先把它拔起來 當然你要這一面放 這一面放都沒有關係 這一面 基本上說明書是以這一面朝上 然後就來了這種 像這種很傳統的小突典空 這個之前在 那個 最早開始的CW就有看過了 Combino War那個系列就有這個東西了 組合的卡點 這樣放好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會變成一個 五面關就變成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 基地模式 那基地模式呢 你可以把這一個東西 打開 這邊看到一個像牢籠的東西齁 左右這邊 開起來之外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 俘魯或其他比較小隻的小人偶 放在這個裡面 它就會被關在這個裡面 然後放在前面 受五面怪制裁 這樣齁 它也戳不去 然後呢 上面這邊的兩個小卡孔呢 就可以組合槍 像這樣子 完完全全的把它關在裡面 那最後的最後呢 這一個 創賽的零件呢 跟這個頭殼呢 怎麼處理呢 創賽零件現在不是兩個洞嗎 對應到這兩個卡孔 組合下去之後呢 接下來怎麼辦呢 接下來孩子寶就很混了 這樣而已 直接就讓你放上去而已 這個東西就不具備任何的卡扣了 就是這麼簡單輕鬆又easy 很靠北就是這樣子而已 OK 那當然這款組合包呢 主要啦 主要還是因為它就是 算是一個紀念性質的東西齁 我在想我還是把鏡頭前面的這些東西 全部變成野獸模式 然後再給各位介紹好了 那我們先變形它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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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 那把它所有的角色呢 全部都變成 野獸之後呢 像這樣子 擺著 當然喔 這一款商品呢 它最後最後的最後呢 就是一個致敬啦 當然還是致敬啦 除了致敬還是致敬 那 至於喜不喜歡 覺得能不能花這個大錢去買 覺得五面怪箱基地模式 好像要怪怪的 沒關係我把五面怪也變回來好了 噔噔 噔 全部都變成人型啦 這樣子比較 比較那個啦 全部把它變成原本它的造型 噔 那當然喔 我剛剛繼續延續剛剛的話題啦 噔 這個商品真的最主要就是呢 你要搭配它的這個SDCC的 應該是SDCC啦 限定的一個 就是它的盒裝 像這樣限定的盒裝 當然就是擺在裡面 這樣子放著很漂亮很漂亮 噔 至於你想不想拆起來玩 真的就是看你自己願不願意的啦 噔 那如果你要拆起來玩呢 就是像現在這樣子 當然其實 東西好不好玩 真的不好玩 真的不好玩 主要是以紀念性質為主啦 那 開盒之前啊 各位會發現它整個在盒子上面時候的一個狀態 真的很好看 至於多好看 之前我忘記得有給你們看過了吧 我一開始我圖片上就有了 就王座 然後鯊魚 鯊魚鯊 然後鯊魚鯨 然後鯊魚鯨 然後跟那個裁判官 俘虜一號 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 把它變回去好了啦 變回去啦 吼 想了一下呢 還是決定啦 我們把它回到盒子裡面 然後讓各位看一下 它盒子裡面原本是長什麼樣子 那這支影片你會發現他一直在跳跳跳跳跳 沒有錯 我就從盒子裡面拔出來之後呢 每一隻角色介紹完之後呢 再讓他每一隻角色都躺回盒子裡面 讓各位細細的去感受一下他在盒子裡面的時候是什麼造型 什麼樣子的一個擺放形式 那各位看到嘛 五面獸就會站在這個台座的中間 然後旁邊是鯊魚怪的鯊魚怪的統領 然後這是審判員 犧牲者一號 然後下面這邊這個就是鯊魚池 你們就看到很多的鯊魚精 在盒子裡面你會看到的是這樣子的形式擺放著 真的是very good 那搭配他的一個大電影的盒子 那我們一樣把它回合 回合之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 Takatami正版Transformers 然後這個Generation 1的一個 The Movie大電影的一個包裝 然後SDCC 後面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插畫 正版的一個代理貼紙 那你拿到的就會是像這樣子的狀態 那至於你要不要像我剛剛那樣子把它全部拆開 拆起來玩呢 或是要像這樣子擺著很漂亮 都隨你 因為這次的展示盒真的是很敢小 它就是像這樣子一個開放式的展示盒 基本上你是完全不用拆的啦 因為這邊除了我說過的這一隻 審判者跟裁判員 審判員跟這一款犧牲者一號之外呢 全部的角色你都可以在其他的單獨販售的包裝裡面 可以買得到 所以其實根本就不需要拆了 真的是紀念性質大於把玩性質 我一直在強調這個啦 我今天從這個影片到從頭到尾已經講了六次了 就是買這個東西主要你是針對什麼部分 當然像我一樣拆起來玩 或是你想要放著很好看 都隨你啦 OK 那今天這一支影片就介紹到這裡了啦 那不知道各位看的過不過癮 有價值嗎 那有價值呢 就像現在它剛好市面上有在販售 雖然價錢很硬 非常的硬 比我的懶趴還硬 但是呢 如果你是真的衝著The Movie 就把它衝下去吃了 因為這兩個角色 這一隻角色是改模啦 你如果衝著這一隻的話 當然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它是改模 你衝著這一隻角色 它開了就對了 或是乾脆就錢省下來 也不要亂花啦 都隨你 好不好 那如果覺得介紹的很爛啦 說真的這種方式你不喜歡啦 那就Next 或比個這樣子也沒有關係 像賽這樣子就好了 都沒關係啦 你開心就好 那當然我是以主要就是這種變形合體玩具 比較大重量啦 那會有少量的電子玩具跟可動玩具 會跟各位做一些分享介紹 那也是會有一些很特別的老物啦 當然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來 趴中姐 順便加個訂閱的追蹤 如果不喜歡的話呢 當然沒有關係 看看的就好了 甚至連看的不要看 好不好 OK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先這樣子囉 謝謝各位 那我啦 谢谢大家